並愛同事 事不宜遲,我交時間給謝Sir 大家好,各位 在過去這個週末 暴徒繼續毆打市民 肆意破壞公共設施 瘋狂縱火和扔汽油彈 污衊國旗 襲警搶槍 暴力行為全面升級 將香港推入一個萬劫不復的地步 在星期六,有大批激進的示威者 偏離了既定的遊行路線 在屯門和元朗區大肆破壞 他們用鐵馬,垃圾桶 等等的雜物示意倒路 中火 癱瘓區內的交通 激進示威者多次拆下附近建築物的國旗 用噴漆塗污,踐踏燒 公然污衊國旗,行為令人發指 激進示威者目無法紀 癱瘓不同港鐵站的入口 打爛售票機 八達通機 閉路電視鏡頭等等 亦有人擅闖路軌的範圍 投窄雜物 並且破壞路軌旁的一些訊號設備 而在星期日,亦有激進示威者 妄顧鐵路系統的安全 在南昌站非法闖入車尾駕駛室 並放下緊急梯 甚至投窄雜物落路軌的範圍 儲管乘客的生命 市民如果市民或乘客的安全 因為示威者的行為 而受到嚴重的影響